穆斯林 我敢說非回教國家 我是所有非回教國家裡面 對穆斯林最友善的 為什麼 這也是理念 你要是對那些 你覺得他是外傭 你欺負他 好啊 你去上班他就欺負你爸爸媽媽 我跟你講 你對人家好人家是一定對你好 答案是不一定 但是99.5%的是 所以老實講對這些穆斯林好 我跟你講 台北市是全台灣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叫關愛之家 因為很多穆斯林你知道 我最近跟他講說你那個避孕 他就是懷孕啊 就生小朋友然後黑腹 然後就亂丟 我們台北市還有設個地方收容他們 很多人就假裝 不要看到反正沒有就好了 我們台北市還很認真的去處理這些 黑腹你知道 黑腹寶寶 我們會辦那個 你想想看喔 我們一開始是在台北火車站裡面 後來我們給他辦這個台北開在一起你知道 到這個 一開始是在台北台北車站的外面 後來發現真實在太多了 幾萬人你知道 後來我們搬到那個大安森林公園 就比較寬廣 坦白講喔 很多歐美國家你知道喔 對穆斯林是一抱這種歧視的態度 那你歧視他喔 他就炸彈自殺炸彈克對付你 就這樣 那你為什麼不對他好一點 對對你對他好 對人家好對你也有什麼損害嘛 所以你看看喔 我們辦個什麼開災節 大家高高興興不是很好嗎 你台灣在國際上的名聲也好一點 所以我們那個開災節你知道 在大安森林公園辦 我們要特別發錢你知道 請印尼的歌星來 最紅的歌星來台灣唱給這些移工廳 所以它是一個價值 一個概念你知道 所以 所以是這樣啦 政治它本身是有 政治的行動你知道 它本身有一個價值在後面 所以我們是全世界唯一 非回教國家有開災節的 不然你講哪一個大城市給我聽 然後喔 我們有採紅遊行 坦白講喔 每個人的看法 同時議題在台灣公投是輸掉的 反對的是六十幾% 可是我們台北市可以辦那個 我記得我們2020年 在幾個月前 十月辦的 好像達到13萬人 主辦單位說13萬 我是不曉得真的有沒有那麼多 不過反正 我看那個市政府前面 滿滿的也是很熱鬧 你要知道喔 一個議題在台灣六十幾%反對 可是我們還是很Smooth的讓它辦完 所以也就是說你知道 其實我們在想看 我們很多仇恨你知道 都是政治人物故意挑起的 台灣人基本上 我們如果可以善待穆斯林 我們可以善待同志議題 為什麼藍綠會打成這個樣子 都不曉得幹什麼 所以喔 這是西門町 我也覺得這沒有什麼 但是我後來才知道說 有很多人真的為了這個 跑來去那裡照相 奇怪這有什麼好照 國外來跑來照相 奇怪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我們認為很自然 你覺得日本有辦法嗎 日本是先進國家 日本敢這樣圖 它的社會氛圍就是不允許 所以喔 人家說共融社會 你知道就是愛跟恨 仇恨跟恐懼 還是政治動員最有效的工具 這我也曉得 最便宜有效的政治動員 動員的工具就是仇恨跟恐懼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講的芒果乾 這是我在PTT上面的外號 檳榔啦 叉燒包啦 紅心芭樂西瓜 反正就是要抹紅你就對了 檳榔是外面綠的裡面紅 叉燒包是外面白的裡面紅 紅心芭樂是綠皮白肉紅心 然後那個西瓜是綠皮紅肉 反正就是要說你紅的 後來有一次我媽媽說奇怪 我說我說你 我媽媽跟我講說你在大陸又沒有投資 也沒有在大陸上班 我們也沒有什麼事業在大陸 怎麼每天在抹紅你 那抹紅你的自己在大陸 很多都有做生意的 這很奇怪 我也知道為什麼 仇恨跟恐懼是政治動員最有效的工具 其實這樣啦 以台灣為主體 這大家都沒有問題 但是反共反中一定要混在一起 我們是要自保 但一定要仇衷恨衷 這很奇怪 所以到底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什麼事 問題是我們的知識分子能不能去反省